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定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定,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 基努里维斯的大作,出不到的脸人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由全智贤主演的韩国版 但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美版的 故事一开始 男主爱丽丝正在整理她的新家 一所住落在芝加哥郊区湖畔的玻璃小屋 而她的迷妹蒙娜却特别不理解 男主为什么要买一所在郊区湖畔的玻璃房子当住宅 这时候镜头转向我们的女主凯特 由于要到医院城区工作 办理了郊区的湖畔小屋 临走的时候在小屋前的信箱留了信 希望小屋的下一任主人能够将她的书信寄到她现在的柱子 同时出于礼貌告诉了对方 小屋大门上的狗爪是自己养的小狗留下的 希望对方不要介意 然而当爱丽丝收到信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自己是这所屋子近几年来第一个主人 而且小屋上的大门根本没有什么狗爪印子 虽然觉得是恶作剧 当时爱丽丝还是礼貌的回了信 告诉对方这所小屋已经困了好多年 自己是这所小屋的第一个主人 然后在信奉的落款上写上的日期为2004年 第二天也就是2月14日晴冷节 没有男票的凯特和好友相约在医院附近的广场闲聊吃午餐 正在这时广场前面的道路上突然发生了车祸 身为医生的凯特第一时间冲向了山员 虽然山员在第一时间送进了医院得到了救治 但依然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 这件事情对凯特的打击很大 医院的老前辈告诉他 休息的时候要远离自己的工作单位比较好 于是凯特带着自己的小狗杰克来到了湖畔小屋 当他看见信箱里面爱丽丝留下的兴奋 觉得特别的莫名其妙 首先在他眼前的湖畔小屋根本没有幸福安科 另外女主所在的时间是2006年 这种恶作剧在凯特看来简直是愚蠢之急 于是凯特继续回信告诉对方现在的准确时间 并且再次清楚的显明至于现在的地址 是北雷新区1620号 但是在男主的时空里面 这还是一片工地 新房要在18个月以后才能完成 在一连串的户怼和验证之后 男女主角终于相信 两个人真的是处于不同时间的平行世界 而他们的联系 除了同住在湖畔小屋外 就是先后养着同一只宠物狗 随着时间的退役 两个人的通信也越来越愉快 凯特告诉爱丽丝自己给小狗起的名字是杰克 于是爱丽丝也喊小狗杰克 在爱丽丝的指导下 凯特终于不再觉得自己孤单 在休息日里 根据爱丽丝信件的指引 凯特灌遍了芝加哥的名声 更是看见了爱丽丝给自己留下的告白 这种跨越空间的通信 打破了两个人之前的孤独而忙碌的生活 让两个不同时空中生活的人爱上了对方 凯特说自己很怀念湖畔小屋前的大叔 于是爱丽丝为凯特在北雷星区1620号的公寓前面 中了个素描 在两年后为凯特遮风挡雨 而有一天爱丽丝的迷妹蒙娜来找男主准备告白时 小狗杰克突然跑了 爱丽丝追着杰克来到了2004年凯特的男朋友的家里 在相互认识后 凯特当时的男朋友摩根 邀请爱丽丝来参加女友凯特的生日宴会 在生日宴会上 爱丽丝终于正式的和凯特见面了 但那时候的凯特其实已经打算和摩根分手 面对摩根这种单方面秀恩爱的生日会 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逃离了勒娜的生日宴会 在屋外的台阶上坐着 爱丽丝跟了出来 并开始寻找话题和凯特搭上 两个人开始谈论湖畔小屋 还有凯特之前在信中提及自己喜欢的小说 也许是爱丽丝的话题 让凯特觉得莫名契合自己的喜好 两个人越聊越尽兴 并且跟着背景音乐开始跳舞拥抱 就在两个人要kiss的那刻 凯特的男友摩根带着爱丽丝的迷妹姆娜出现了 场面一度相当的尴尬 两个人分开后 凯特也想起了自己和爱丽丝的这次见面 于是两个人第一次出现了争吵 凯特觉得爱丽丝不够勇敢 而爱丽丝却觉得凯特那时候已经有男友了 自己不该在那时候插足成为第三者 就在这时爱丽丝的父亲住院了 并且被告知急需手术 然而爱丽丝的父亲是一个固执的老人 连在病床上也不忘画画的工作 爱丽丝也终于忍不住向凯特坦白 原来胡胖小欧是爱丽丝的父亲亲自设计 建造送给母亲的礼物 虽然那时候的父亲还是一位名不见经状的设计师 但是却深爱着母亲 母亲虽然出色能干 但是为了支持父亲的事业 选择了在家照顾男主和弟弟 并且协助丈夫发展事业 但是父亲越是成功 就越无法和家人愉快的相处 最终母亲选择了离开 不久后抑郁而终 而自己的父亲却连战里也都没有出血 当爱丽丝自问父亲怎么可以这样无情时 父亲却说 你的母亲离家的那上 她在我的心中就如同死去了 说完这句话后 甚至露出她职业性的微笑 爱丽丝崇拜父亲 成为设计师也是以父亲为榜样 但是她却远远无法明白 父亲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爱丽丝很想心平气和的坐下来 和她谈些什么 当时父亲和她讨论的也只有工作和建筑设计 收到来信的凯特 却在医院里面查出了爱丽丝父亲去世的事件 就是在平行时间的今天 于是凯特在06年买下了爱丽丝父亲出版的制装 通过邮箱寄给了爱丽丝 她告诉爱丽丝自己没有办法陪在她身边 分担她的伤心和痛苦 但是希望爱丽丝能够通过这本父亲 两年后出版的制装 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 在制装中 爱丽丝看到父亲和自己在湖畔小屋的合影后 泣不成声 原来在父亲的内心深处 对于家人的爱从未改变 因为不想错失这份感情 于是两个人决定来场跨越两年后的约会 爱丽丝预定了两年后的餐厅 而凯特也满怀期待的来到了餐厅 但是爱丽丝始终没有出现 凯特给两年前的爱丽丝寄信 说她那天没有来赴约 爱丽丝觉得难以置信 希望凯特能够体谅 那天自己肯定有事耽搁 但是凯特告诉爱丽丝 他们不应该再这样交往下去了 他们应该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 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这种虚拟的感情上 也许应该珍惜眼前的一切 抓住真实存在的情感 才是对的选择 凯特选择不再到湖畔小屋去打开信箱 开始回归现实生活 并且答应了前男友复合的请求 时间转眼到了2008年 凯特决定和男友一起搬家换房时 在2008年2月14日那天 两个人一起去了装修公司 在商量完装修方案准备离开时 凯特却在装修公司的墙壁上 看见爱丽丝画的湖畔小屋 一瞬间 曾经那段美好的睡衣又涌上了心头 凯特含内询问画作的主人 联系了方式时 爱丽丝的弟弟告诉凯特 自己的哥哥在两年前属于车祸时 此时的凯特才记起 两年前自己没有能救助的商人 就是爱丽丝 他驱车前往湖畔小屋发送信件 并希望对方能够及时看见自己的体现 他希望爱丽丝在2006年的情人节 千万不要来找自己 不要出现在广场附近 因为那天他会发生车祸 是在自己的面前 如果对方真的爱自己 请耐心地等待 在2008年2月14日再次相约湖畔小屋 凯特希望对方能看到这封信 而事实上爱丽丝也看到了这封信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在2006年的那天去了广场 只是他没有跨越马路 而是在街对面远远的望着女主 最终他选择了等待 其实也只有他自己在等待 因为女主已经在2008年214日 跪在信箱面前 祈祷爱丽丝能够看见自己的忠告 而最终历史真的改变了 爱丽丝驱车来到了湖畔小屋 与女主相拥亲往 故事到这里 总算给大家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要不然真的不知道 有多少迷面会泣不成声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像爱丽丝对凯特一样 坚持每天等待我的更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